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3月18日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星期四 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講香港的新聞 這一節也算是突發消息 當然時間上已經過了 十數小時 但是用一個 律政署地震來形容也不錯 當然啦 律政署裏面有很多不同的高級的人員 早前也爆發過這個律政署的危機 刑事檢控專員 劈砲不幹 再一次證明 政府裏面其實就是有很多 矛盾 這是關於之前的問題 之前的內部矛盾 這次 這次又到了敵鵝矛盾 這次竟然就是把一個 說真話 敢言出來 警察的 檢控主任 就是無端端 就是停職 繼續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Youtube按like 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建設性留言 以及痛擊五毛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包括後備頻道 希望大家努力看廣告 點擊多些廣告 看到廣告就盡量幫我們播放 如果不想影響那個 收聽節目就可以打開第二個視窗 讓大家繼續播放 教母聲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其他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如果你方便 希望你就是月費贊助本台節目 也希望你訂閱 Patreon 其實Patreon比月費更便宜 月費理論上最少就是所謂的手續費 因為無論是Patreon也好 Youtube也好 無論如何都是經過美國 現在美國就開始要對YouTuber徵收稅行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努力點多點廣告 繼續說回新聞 首先這個就是在17日的時候 星島日報就是獨家揭露 這個新聞的內容 這個就是東區裁判法院的高級 二等檢控主任黃華芬 英文的Title應該是Senior Court Prosecutor 簡稱SCP 2 這裡也要解釋一下 律政署檢控組人員的制度 香港的法院的裁判署 裁判署的刑事檢控 就是交給 裁判署裏面的檢控組負責 如果是再高級一點 例如去到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的檢控 就會有不同安排 區域法院以及 高等法院的檢控 要不就是律政署自己做 要不就是律政署 就是聘用 坊間的大律師外判做檢控 換句話說 除了裁判署之外 其實 區域法院以及高等法院 並沒有自己的檢控部門 只有 就是律政署的人 在裁判署來說 對於裁判署來說 這個檢控部門 的高級主任 基本上 你可以說就是等於一個 迷理的律政署 就是裁判署裏面的律政署 迷理版 所以這個叫做高級 二等檢控主任 SCP-2 換句話說 就是這個檢控部門 在裁判署裏面 就是第二把交椅了 最高級的就是 一級 一等檢控主任 SCP-1 他們 理論上就是等於 管理在裁判署的檢控 有齊 基本上就是等同於律政司的決定權 包括繼續檢控 如何檢控法 慣例上 律政署不會干涉 裁判法院裏面的檢控組 如何進行檢控 大家聽到這裏也知道 所謂慣例 慣例就是用來給港共政府打破 制度 也是用來給港共政府 就是去打破 任何有法治的地方 到最終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會被他的魔爪入侵 事緣 這位 裁判法院的高級二等檢控主任黃華芬 就在去年的時候 6月份 發了一個內部的電郵 公開呼籲 所有的檢控主任 要緩起 檢控人員的良心 其實 換句話說 就是夠膽 出來 告訴大家 現在面對的情況有多惡劣 警察 公然出來說謊 損害 司法制度 當檢控的權 有一半就落在警察上 說喜歡告甚麼就告甚麼 那麼律政署的人員 檢控組的人員 是不是真的可以按照 法治的制度去做檢控呢 這就是黃華芬內部的電郵系統 發出來的呼喚 亦呼籲 當時的 其他檢控組的人員 出來參加集會 如果你看到星島的報導 當時的報導字眼是這樣的 去年6月4日公然通過律政司內部的電郵系統 呼籲全體檢控制 檢控主任 參與當晚未經批准的集會 這裏就已經 率先幫你去界定了哪些為止 合法 哪些為止不合法 繼續 在19年的反修例風波中 暴力示威爆發後 當時這位主任 根據報導的字眼 先後以當時 法庭檢控主任會 主席的名義發出題為警方公然說謊 損害司法制度的電郵 向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及時任的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作出投訴 消息稱 王華芬早前被勒令停職 接受調查 目前在律政司網頁內的姓名及職位已被刪去 指寫有元兇意志 有傳聞指王華芬 已經離任 大家看到了 事件的順序應該是先以法庭檢控主任會 主席名義發出電郵 指稱當時的警察 在說謊 一個幾乎是 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實 就是警察公然出來說謊 作為一個有良心的檢控人員 只是說出現實而已 也沒有說自己所謂的立場 也沒有說自己支持示威 也沒有說 任何反政府的說話 只是指出 一個事實 就是警方公然在說謊 一個這樣的內部電郵就成為今天清算的藉口 一個 藉口就不夠了 所以另外一件事就是6月4日那個電郵呼籲別人參加集會 說 煽動別人參加這個未經批准集會 所以看藍媒看得多 人都瘋了 真的是人家的電郵裏面寫的東西 隻字不提 只是不斷強調 煽動 參與甚麼未經批准集會 當時的電郵就是這樣寫的 有個結尾 就是這樣寫的 寫到我們愛香港 見到香港沉淪 令人神傷 國泰發生的事遲早會發生 在律政司 當時就是一個國泰機師回香港的時候 廣播說香港人加油 萬事小心而已 一句說話 那就要被迫離職 一句我們開香港 看到香港沉淪令人神傷 那就已經 就是要被清算了 更加不要說甚麼黃藍問題 更加不要說甚麼時代革命 港獨 香港也是不可分割一部分 已經跟那些 東西大難也扯不起來了 一句光復香港也沒有說過 一句我們愛香港也已經不能容下 香港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一粒沙都容不下 說政府部門 有人說謊 這樣也已經不行了 這樣就已經非清算不可 即是香港到了一個地步 不叫沉淪 不叫淪亡 應該叫甚麼呢 又 這一位檢控主任到底會被清算到甚麼地步 又會是怎樣呢 現在其實也沒有人知道 最終其實 要不要所謂離開香港 真真正正要考慮的是個人的安全 個人的自由 人身的自由 到底是不是可以 繼續暢所欲言發言呢 是不是會 因為一句說話就會被拘捕 被檢控呢 香港就是淪陷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亦都淪落到香港的學術 自由 就是下跌到 就下跌到跟這個第三世界國家一樣 變成D級 又要講解一下 差開一點點 這個 全球學術自由指數評分 最高級當然是A級 哪些國家呢 德國 英國 美國 台灣 B級就是日本 C級就是新加坡 印度 香港就厲害了 香港就是D級 D級跟哪些國家排在一起呢 學術自由度 越南 俄羅斯 烏干達 還有柬埔寨 你說多厲害了 真是跟 跟這個 跟國際接軌 但是國際就已經變成了 這些出名 人權 自由 所有東西都是不合格的國家 相信打壓真的還是會 陸續有利 只能夠叫大家小心 不好意思 這節不是好消息 當然有特法也一定要跟大家說 做新聞和媒體 就不是每日只報導好消息 我們不是共產黨黨媒 所以不論 喜歡不喜歡 消息好與壞 其實壞消息已經盡量減少說了 但是還是要說 當然啦 對方出現 對對方來說的壞消息 我們當然會再說多兩節啦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